有点母亲慌我慌哥 今天给他带来小伙天生力大无穷 一人打飞几十个壮汉 用拖拉机排气筒给母亲报仇的电影 无谓警官 话说这个男人手段极狠 为给母亲报仇 把仇人的嘴塞进拖拉机排气筒 踩下地板油 仇人瞬间窒息二王 更可怕的是 他天生力大无穷 一脚弄踢开十厘米厚的钢铁大门 大夫几十个壮汉 他叫社会王 是一位警长 战斗力超强 无人能敌 罪犯只要听到他的名字 就会瑟瑟发抖 这天一群劫匪抢劫了银行 躲在仓库里分赃 王哥闻声赶来 踹飞铁门 劫匪拿枪顶在他头上 他一个闪现反打 控制手枪 结果劫匪 其他劫匪当即开枪 他一脚将一个劫匪踢飞十米 开了急走一阵灵活走位 躲在掩体后 潇洒摘下墨镜 挂在脖子后面 一脚踢开面前消防栓 对劫匪一顿输出 劫匪瞬间被顶飞三米 溃不成军 但劫匪也不傻 一主持砍断消防水袋 王哥立刻改变战斗方式 启动消防水袋攻击 一个劫匪被扔飞十米 随即王哥一发不可收拾 拿着消防水袋旋转到月 劫匪被揍得闭了眼 身上的伤痛那是没人看见 有的劫匪一看事情不对 想拿钱逃跑 王哥一脚踢飞一百斤大桶 砸晕劫匪拿到钱 其他劫匪扑上来还要攻击他 被他一顿大耳八字 打成了憨憨 这当劫匪傻眼的时候 劫匪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王哥那相当开心 一边跳舞一边输出 场面相当欢乐 还用出轻弓一秒上楼 踢飞劫匪 这时劫匪终于一起组队 要合力攻击社会王 王哥也不怕一脚踢翻润滑油 劫匪们在地上疯狂打出溜滑 王哥摁着劫匪大哥 在地上疯狂摩擦 在身上涂满润滑油 这下王哥彻底变成老泥匪 劫匪抓不住他 劫匪大哥当即发火 在地上疯狂摩擦 攻向他下三路 想让他断死绝孙 他瞬间夹住大腿 踢飞劫匪大哥 劫匪大哥根本不放弃 拿起手枪还要攻击 社会王立刻磨砂闪现 踢飞劫匪大哥手里的枪 拿枪一顿凤凰输出 幸亏王哥开了人体瞄边挂 劫匪大哥才活了一命 彻底吓哭 这边社皇拿着钱 刚走出工厂 其他警察赶来 他也不废话 为了让手下受伤利工 一枪打费一个手下 手下心里美滋滋 记了一个大功 而从劫匪手里拿到的钱 他并未上交 而是分给了所有警察 这可忍怒了劫匪背后的黑帮大哥 带人来到警局威胁社会王 还嘲讽王哥 说有能耐 你就把所有抢劫银行的劫匪给杀了 王哥一听黑帮大哥的话 说的很有道理 立刻释放了所有劫匪 带着一群手下 疯狂追杀劫匪 六个劫匪全副武装 战斗力很强 却哭啼喊妈 仨子逃跑 因为社会王在追杀他们 只要王哥一口气 追上十楼 那是气不喘 信不跳 又一头跳下楼 砸碎十个尿壶 一转头 恰好看见了美女大漂亮 王哥瞬间王八看了一斗 爱上了大漂亮 下定决心要取大漂亮 有了爱情价持 她的战斗力瞬间突破天际 跳到天上开枪 结果一个劫匪 又一个360度打滚 超级臭豆腐 砸晕一个劫匪 其他劫匪彻底崩溃 只能跳出自杀 正当她要开枪时 大漂亮突然出现 她只顾着看大漂亮 被劫匪大哥逃了跑 圣皇回到家里 和母亲说起大漂亮的事情 母亲很开心 让她给继父隔壁老王说一声 她却有些不开心 原来继父隔壁老王不喜欢她 一夫一母的双胞胎 亲弟弟二嘎子 是个废柴天天睡懒觉 如果不是牵挂母亲 她压根儿不想回家 所有的日子里 圣皇开启追妹子模式 各种偶遇大漂亮 想和大漂亮培养感情 不料大漂亮很高冷 压根儿不搭理她 她一调查才发现 大漂亮的父亲是个酒鬼 根本没有收入 她来到大漂亮家里 花大价钱买尿壶 还故意摔碎尿壶 多让大漂亮挣钱 大漂亮看出了她的心思 告诉她 父亲去世之前不会嫁人 王哥那是伤心到不行 回到家里 想让母亲安慰自己 不料母亲突然去了世 这下王哥那是雪上加霜 他想起了母亲说的话 让他和继父隔壁老王和睦相处 他找到隔壁老王想和好 隔壁老王也是憨憨嘲讽他 说母亲去世后 他不再是家庭成员 王哥一看隔壁老王 那么冷血无情 瞎子走了人 他找到大漂亮 想寻找安慰 不料劫匪大哥 拿着狙击枪 带着群小弟 对他发动了攻击 他立刻将大漂亮送到安全的地方 开了骑走 一路灵活走位 躲过所有子弹 一个闪现 伸出大尔巴子 扇飞一个劫匪 劫匪也是投铁 一头撞碎 秒入牙子 然后王哥拿起自行车 砸飞一个劫匪 又拎起一个劫匪 砸碎木桩 抄起分叉 挺飞两个劫匪 一个绝命飞踢 将劫匪踢飞十米 劫匪大哥迅速拿起狙击枪 瞄准他 他迅速闪现 控住扳机 对劫匪大哥开始的疯狂输出 劫匪大哥瞬间残血 但这哥们是个硬汉 还想拿枪和社会王硬杠 王哥大脚丫子一用力 直接让劫匪大哥咯了屁 大片亮一看 社会王充满战斗力 瞬间爱上了社会王 但大片亮必须遵守诺言 等着父亲咯屁 才能和社会王结婚 社会王也是淘气 私下找到大片亮的父亲 想让父亲劝大漂亮 大片亮的父亲 也是机智 当场跳河自杀 这一下大片亮 只能遵守诺言 和社会王弟结婚约 社会王很开心 要拿着钱结婚 却发现 自己存了半辈子的钱 消失不见了 他立刻展开调查 发现竟然是弟弟二嘎子 偷走了他的钱 要用这些钱结婚 这样社会王很伤心 不敢相信 弟弟会这样坑自己 二嘎子也是欠揍到不行 邀请社会王参加自己的婚礼 社会王瞬间怒火攻心 当即表示 自己肯定会去 二嘎子结婚这天 现场那热闹非凡 社会王带着大漂亮 身后跟着一群拿枪警察 占领婚礼现场 在二嘎子之前结了婚 弟弟二嘎子和继父 隔壁老王彻底傻眼 二嘎子的老岳父也发了火 拒绝将女儿嫁给二嘎子 这样社会王心里很爽 觉得自己出了一口气 不过大漂亮却告诉他 这样做是错误的 一家人不应该相互攻击 他却不听大漂亮的话 和继父隔壁老王 弟弟二嘎子彻底决裂 由于二嘎子结婚失败 心中非常生气 摁着一个工人疯狂出气 将工人打成重伤 工人让社皇主持公道 王哥很豪横 告诉工人 随即社皇找到弟弟二嘎子 一拳将二嘎子打飞十米 又摁着二嘎子一顿拳打脚踢 工人一看他那么凶残 只能求他助手 隔壁老王带着二嘎子 到警局讨公道 让社皇道歉 黑帮大哥也来凑热闹 想趁机教训社会王 不料这是社皇的家务事 社皇当场道歉后 啥事也没有 黑帮大哥那一脸懵圈 不过王哥饶不了黑帮大哥 他得到大领导的暗示 查封了黑帮大哥的酿酒厂 黑帮大哥瞬间损失惨重 这哥忍怒了黑帮大哥 命令手下放火 烧了隔壁老王的商店 隔壁老王一着急 中风住院 二嘎子到处借钱 给隔壁老王治病 这时黑帮大哥假装好心 给二嘎子一大笔钱 让二嘎子给大领导送一筐芒果 二嘎子抱着芒果 来到大领导家里 结果二嘎子刚离开 大领导当即身亡 二嘎子乘了嫌疑犯 求黑帮大哥保护自己 黑帮大哥也是心黑 给他一把手枪 让他杀死哥哥社会王 二嘎子拿着枪 来到社皇家里 当即认怂 将所有事情告诉了社会王 王哥将计就计 假装被杀 排了到医院里和继父隔壁老王 重归于号 黑帮大哥接到社皇被杀的消息 心里很得意 当即绑架了二嘎子 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二嘎子的母亲不是得病去世的 而是黑帮大哥亲手杀死的 这些二嘎子发了火 要和黑帮大哥拼命 被黑帮大哥一耳八字扔飞 正当黑帮大哥要结果二嘎子时 社皇带着一群手下赶来 黑帮大哥当即发动攻击 王哥那一马当先 一脚PK300斤大小船 打出子弹 一个闪现冲到敌方小弟中间 救出二嘎子 不料对方很凶残 开车要撞二嘎子 社皇再次闪现一脚PK司机 抢下汽车 拉响手雷扔在车上迅速跳车 汽车飞到黑帮大哥头上 瞬间爆炸 而黑帮大哥疲势耐造 根本没受伤 让一群小弟阻挡社会王 自己拿着一箱钱要逃跑 王哥当即追上去 不料黑帮大哥不讲究 一刀捅穿他的腰子 看着娴熟的手法 最低吃了20年烧烤 这下王哥的战斗力迅速下降 被黑帮大哥摁在地上 凤凰输出 不过王哥战斗力毕竟很强 一顿反打打出成敦伤害 黑帮大哥迅速脱掉衣服 再次提升战斗力 手拿大板斧 对射黄一顿凤凰输出 王哥承受几十万吨伤害后 终于被料体在地 黑帮大哥也含了血 这时二嘎子赶来告诉社会王 是黑帮大哥杀死的母亲 这下王哥瞬间怒气直爆满 战斗力蹭蹭往上涨 体内杀技瞬间进入肌肉 一阵变身后 射黄进化成超级社会王 防御力增加一千万 攻击力暴增九千万 黑帮大哥冲上来 对射黄就是一耳八字 那时输出了个寂寞 伤害为零 射黄也不手软 一脚将黑帮大哥踢到拖拉机上 打出一百万吨伤害 随即射黄让二嘎子启动拖拉机 薅着黑帮大哥的头发 将黑帮大哥的嘴堵在排气桶上 二嘎子踩下地板油 黑帮大哥瞬间变成人形空气净化器 当场梗屁 射黄开着拖拉机 带着黑帮大哥的尸体返回了城市 至此一代黑帮大哥被拖拉机劫了过 一星期后 射黄给弟弟二嘎子举行了婚礼 一家人开始和睦相处 从此射黄和大漂亮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全局中 尼古拉斯射黄说过 没有一件事情是一辆拖拉机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就把敌人塞进拖拉机 这部电影是无畏景观第一部 后面还有两部 欢歌会持续为大家解说 在这部印度电影中 男主仍旧凶悍无比 不停开挂 空手夺枪 走为夺手弹 都是正体的操作 尤其是变身那一段 简直是真人版超级赛亚人 看来只有开挂的人生 才适合印度电影 另外如果你遇到了社会王 你会干啥呢 在评论区告诉欢歌你强吧 第二欢歌的话 就把他的拖拉机油放干 让他打不着火 好了 今天电影到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欢电影哦 我们下集再见